你不要這樣 滴汗了 誰知滴汗 簡直硬曬太 周秀拿是吳葉昆的女神 真是解枝康文 這一天他們兩個在東話池線 加連話隆重開幕的藝人挑戰日的活動同場 私宜問昆昆和女神牽手唱歌 還是玩機動遊戲刺激些 又叫昆昆牽著Krissy的手 令昆昆硬曬太又口疾疾 反而Krissy就笑得好開心 我們都好會做 做訪問之前打算製造機會 給昆昆搬Krissy肩膀 誰知昆昆害羞不肯 最後Krissy就很大方的招惹昆昆 昆昆就說太久沒見Krissy 所以有點緊張 你就不對 這頭話當人家是女神 那頭就把人家降低到第三位 你選擇了 不不不 你怎麼解釋 始終大家少見面 感情淡了 K見得多過娜姐 不過沒關係 不過我真的覺得很開心 剛才我來坐在 你看哄她多開心 她笑著我 她笑著我的解釋很勉強 不是很可愛 我一向都很可愛 很偽毒 真的很好笑 跟她一起很開心 經常都覺得 但她是很可愛的一個男生 我也很欣賞她的一些現行 一些演出等等的東西 我姐都是這麼青春可行 真的 真心的 真的很懂得哄女生 老實說 我真的沒見過Krissy 會在訪問中笑成這樣 困困你真的要把握這個大好機會抄牌 我覺得Krissy真的會給的 是不是 這些東西在心中 對 後台正正說 對 一份感情 不是建立在這個抄牌上面 我覺得 那是建立在什麼 建立在一個 建立在信任 就是不需要 經常互相溝通 就是見面可以了 就是做事見面 剛才叫你拖你也不夠膽 沒有了 我覺得應該適合的場合 為什麼 適合我都OK 其實我預計了剛才 如果有機會玩機動遊戲的時候 借點耳機 但是現在 這麼多人面前就 沒有了 她不是有風度而已 很有風度的一個男生 如果她追的話 真的嗎 如果她追我才算 如果她追我才算